他作为屠夫出身 常年跟随刘邦四处征战 为国家立下战功无数 多次救刘邦于水深火热之中 凡快 关系很好 凡快早年是以 有肉为生 天生莽作 一打听才知道 联盟掉头 准备去找 自从刘邦 攻上城楼 后来刘邦成为一方诸侯 团快也是尽心尽力地辅佐他 在红门一方 更是尽全力地保护刘邦 一直都是刘邦的左膀 开国大将军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老将的存在 大汉 立下赫赫战功 可必须要把他杀死呢 首先刘邦晚年和朱元璋 十分相似 生性多 屡婿又是刘邦老婆的亲妹妹 所以凡快属于屡后 那这样的儿子 遇上一个关心政治 手段很辣的母亲 很难不让刘邦有所怀疑 一家下手 又认为凡快比自己还要有本事 况且手下信服他的将领众多 将凡快杀掉 在刘邦眼里 就不在乎多凡快一个人 不过刘邦没想到的是 自己派去的二人 在半路就动摇了 他 驼夫出身 四处征战 立下赫赫战功 而周博又非常听话 就派了这二人 一个唱 就地正法 而是把他五花大绑 压缩回宫中 刘邦忽然驾崩的消息 就传来 刘邦忽然驾崩的消息 擦着冷汗 一溜腰的 跑回长安 向吕后邀功去 都层出不穷 担心之后 儿子刘邦的皇位 不会稳固 在刘邦去世六年之后 凡快因病去世 被封为五侯 在他去世九年之后 吕后一族被诛杀殆尽 可能连刘邦也没想到 自己在下面等凡快 这一等就是六年 不得不说 凡快是大汉开国大将中 最幸运的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